贞魏巴楚氏 杜甫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今夕复何夕 供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 鬓发各已仓 仿旧伴为鬼 惊呼热忠肠 胭脂二十载 崇尚君子堂 西别君未婚 儿女忽成行 仪然静父侄 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 屈而罗酒浆 夜雨见春酒 心吹见黄凉 主称惠面难 一举累时伤 时伤亦不醉 赶子故意尝 明日隔山月 世事两茫茫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人生别离 不能常相见 就像西方的身形和东方的伤性 你起我落 今夜是什么日子如此幸运 竟然能与你挑灯共续钟情 青春壮见年少岁月能有多少 转瞬间你我都已两鬓如霜 打听昔日朋友 大半都已逝去 我内心激到不得不连声哀叹 真没想到 阔别二十年之后 还能有机会再次来登门拜访 当年分别时 你还没有结婚成家 舒然间 你的子女都已经成行 他们彬彬有礼 笑迎父亲挚友 热情地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 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 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韭菜摆上 冒着业余捡来了清鲜的韭菜 端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我品尝 你说难得有个机会见面 开怀畅饮 一连喝干了十几杯 十几杯酒我也难得一醉啊 谢谢你对顾友的情深异常 明日分别后 又相隔千山万水 茫茫的事事真令人愁绪难断 再读一遍 赠魏八楚事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今夕复何夕 供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 鬓发各已仓 仿旧伴为鬼 惊呼热忠肠 胭枝二十载 崇上君子堂 西别君未婚 儿女忽成行 宜然静父侄 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 屈而裸酒浆 夜雨见春酒 心吹见黄凉 主称惠面难 一举累时伤 时伤亦不醉 赶子故意尝 明日隔山月 世事两茫茫 清晰 清晰 护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